你出去的產品 誰會說青菜啦 這個傻孩子要做的 我就幾十塊沒關係 貴沒關係給他 我不要這句話 我要的是 哇 他怎麼可以做出這麼好的產品 拿起剪刀剪掉線頭 或是把材料倒進機器裡面 這些動作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是非常簡單容易的事情 但是對於身心障礙的朋友們 那是多少人的愛心關懷 來跟他們自己的辛苦努力 才換來的自我肯定 我們當初會生入這個手工照 也是那個科學就是說 我們因為信友 他要就業的時候對不對 他畢竟一星期要洗過來變身 連他的時間上 有時候外面的企業 要搶他們的那個 就比較不方便 如果我們量室那麼大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創作 這個活潮的行為 更加適合 更加適合 由於障別跟障礙的 聽眾程度都不一樣 並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適合他們 如何針對學員的個案情況 施以適合他們的職能訓練 是庇護工廠的首要任務 我想我們其實是為了一個 比較中重度的生性障礙者 而去成立了一個工廠 那什麼叫中重度 就是說它的障礙程度比 可能比較嚴重 他要出去外面就有可能比較困難 那既然是先天上面有這些限制 那進來工廠 我們怎麼樣把他的限制給他排除 這是我們工廠 一個主要的一個輔導的方向 那最主要我們的一個 輔導的策略會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生性障礙者 他有不同的障礙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 他有他不同的一個優勢 那來工廠裡面 我們第一件工作就是 怎麼樣去把限制 把它降到最低 把它優勢可以發揮到最大 我們從最簡單的工作讓他一個一個去試 當你用這樣的心態去 就是看到優勢去忽略限制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可以找到 每一個生戰朋友 他可以去安身立命的一個工作內容 高雄市的庇護工廠 大都需要政府撥發經費 來協助工廠的營運 如何讓工廠能夠提高產值 自給自足 是許多庇護工廠目前積極努力的目標 你如果用自己的孩子方式在教育他 你絕對不是打混過去的 針對每一個人的帳別 現在目前有30位學生的話 我每一位採取的是不一樣的教學方法 那我的重點是擺在去學習 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 然後進入這個社會 你聽懂別人是怎樣在講這一句話 當他懂得你在講什麼 技術他其實就是熟能生巧 他就會做得很好 這樣的一個工廠才會繼續下去 而不是一直在申請政府的補助 那是有期限的 只有我們自己創造的業績 才是沒有期限的 庇護工廠的職能訓練 不單只是能夠讓身心障礙者 可以學習自己的謀生技能 相對的也能夠減輕家庭跟社會的負擔 人因為身體有感覺不太鬆快的時候 你長期的時候 你都在我們家 都沒有出事跟外界接觸的時候 越來越心情 什麼人種種的不好 家中的粉絲如果不好 我相信也影響就很大了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剛才我們都看過 大家在那裡做愛 可以讓人家開工 開玩笑 種種 他們的日子也覺得很好 而且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感覺 他還會輕定自己 他還會發動進一份能力 雖然說 賺的不少 那是相機 那是一個 自我輕盈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 來這邊工作的身心障礙者 他在這邊有進步之後 他可以有機會到 再到外面的職場去就業 讓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好的循環 每一個孩子不再是家裡的累贅 我所謂家的人累贅就是 沒有兄弟姐妹 應該要撫養他們 或照顧他們 如果他們被我訓練 可以獨立生活的話 他絕對不是家裡的任何人 需要照顧的那一位 而是他們可以自我照顧自己到中了 給他們魚吃 不如教會他們如何去釣魚 輔導身心障礙朋友們 學會工作的技能 庇護工廠需要我們的社會 能有更多的參與 博博公民記者 陳宣貞 南進師 陳長永 高雄報道 作詞主題